罗姨 你知道我原本的计划是什么吗 吊死鬼根本没有偷走我的琉璃甲 我也没有琉璃甲 他早就在暗中被我做掉 那只是一个借口 公主 我的计划是要重演青崖山之意 不 我要烧一把更大的火 把世间所有的肮脏都烧了 那些所谓的武林正道 根本就是披着人皮的贪婪恶鬼 就应该和青崖山的痴魅王两同归于尽 我放任你们横行江湖 放出琉璃甲的消息 都是为了扑这个局 一入鬼谷 阴阳两阁 我世间所有因为垂涎琉璃甲而来到青崖山的人 都别想活着出去 阿星 你什么意思 难道 难道你是想同归于尽吗 我既然能设下这样恶毒的杀局 心中自然也就没有顾虑太多 没有考虑 会有多少无辜之人因此丧命 因为我那时候实实在在地觉得 世人皆父我 居尸皆可杀 直到后来 有个人教会了我一个道理 仇恨和贪婪一样 都是在给自己化地为牢 我父母 乃至罗姨你 千方百计地让我活下来 不是为了给过去的自己殉葬的 罗姨 老爷 我已和汐王达成协议 各取所需 明日起 我便会要求他取下 你和千巧身上的毒蛊 你带着薄青寺的姑娘们 出国去吧 只要放下仇恨 我们本在人间 何必自求窘境 既然你已经选择放下 那我祝福你 你有你的决定 我也做出了我的选择 我宁愿 在这鬼狱里面 永远地煎熬 女人 都不愿意 你肯定了 我似乎 你肯定了 我肯定了 感谢观看